民间团体销氏企业发挥爱心精神 自证预理证明10万元疫情慰问金 7月1号镇长江东城率领公所各科室主管 协同15里各里里长一同向销氏企业颁发感谢状 民间团体销氏企业发挥爱心精神 自证预理证明10万元疫情慰问金 7月1号镇长江东城率领公所的各科室主管 协同15里各里里长一同向销氏企业颁赠感谢状 镇长表示热心助人的民间企业在疫情期间发挥人力紧益的精神 十足地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里长们也纷纷表示感恩 真的非常感谢这些企业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能够的造成 我们偏向的疫情非常感谢我们的增长 维稳金将由各里长转发给里内比较弱势并且需要帮助的民众 COVID-19疫情蔓延以来 不论是公庙组织或是民间团体都持续在最恰当的时候向公所伸出援手 记者高商商玉立镇采访报道